嗨 大家好 我是Chad 接下來報告 有關標準成本分析 一般我們的 標準成本的應用 在ERP裡面 主要是在評估 它的存貨成本 然後作為 銷貨成本的依據 所以說會用在損益表 和資產負債表 特別是稅務的處理上 基本上ERP用的成本 是不能用來當作 向客戶的報價 那我們今天講的這個標準成本主要是為了 和客戶報價使用 我們依據產品 基本資料的加工工程 和它的 BOM 物料清單 然後依據它的加工時間 和所加工設備的費率 設備費率可以依據 這個設備折舊 和除以它的加工時間 和除以它的加工時間 得到每一分鐘它的加工成本 那我們也可以依據 預設的採購單價 和委外的價格 來評估 它的成本 同時最後要設定一個產銷比例 這個產銷比例 會依據這個產品的競爭力 或者是它是新的產品 它所得到的產銷比例會比較高 量產以後很長時間的 它產銷比例就會定的比較低 這個就由我們的產銷 銷市場行銷這邊來估計 我們標準成本分析裡面會有一些項目 就是材料成本 自製費用 委外費用 以及管價比例 以這個案例扯輪組來講 它的材料成本是30塊 自製成本是220 委外成本是40 所以基本上生產成本是290 管價比例我們定義30 所以說它的售價部分就是377以上 它的材料成本估計就是它的物料清單 按照它的採購單價 預設的採購單價來計算它的材料成本 那加工成本呢 就依據我的自製成本 自己使用的設備和勞務費的成本 假設是委外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委外的那個價格來計算 以上報告 謝謝